2月1日,刘晓庆在微博中晒出和陈冲、张翰、四情高娃时隔多年后重剧的照片,并且配文称传奇聚会,录制北京卫视春晚,和陈冲、张鱼、四情高娃多年来首次同台聚首,想不到的奇迹,而这四人的平均年龄现已超过60岁都依然风采不渐当年。 刘晓庆还表示,回忆起当年的群星璀璨的中国电影复兴时期,骄傲自豪我们这代电影人共同在中国电影十年空白之后,重新点燃了中国电影的熊熊烈火,书写了百花齐放的辉煌篇章,胜利完成了我们的历史使命。 当时四人录制节目的时候,背后的大荧幕贴住他们年轻时候的照片,引起全场观众的欢呼。 刘晓庆很遗憾潘红的缺席,在上世纪80年代的时候,五朵金花一度主宰着整个中国的影坛。 刘晓庆、四情高娃、潘红、张鱼、陈冲五人,成为所有人心中的女神。 如今四朵金花再聚首引起了许多网友关注,她们是四代影后,也是一个时代的缩影。